就是開始當醫生的時候 還沒有交過男朋友 還沒有看過很多 天鳥類 我想說 欸 洞呢 洞在哪 學長就過來 那個皮打開都沒有打開咧 喂... 這位就是8歲的弟弟 陰莖大概有6公分 學弟 現在的年紀不可能會有6公分 你把他弄到婆媳啦 我好幾個 所以他每次進去他的房間 都有兩三個小弟 他好婆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有病人他還是走了這樣子 手感我到現在 還依稀寂的 對 小女孩在門口玩 那沙池車過來 那個就是 他一送來全身都好的 就只有頭 腦漿就流出來了 大家好 我是貴昱華千 我又來了 今天沒有P-LOCK P-LOCK 但是 就讓我來RAP 快來黃先生 就讓我來RAP 從越27年了 就讓我來RAP 跟你說 沒有一副好的病人 我就是 歡迎可以給著黃先生 來來聊聊 好累喔 謝謝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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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出來子晏哥 但是他剛剛那個 就讓我來RAP 聽起來很像 就讓我來 帥 已經想了 在死亡的威脅下 為了夥伴而用盡全力 這才是團隊 我是急增組織醫師 達特傑森 好 帥喔 我一生 就是開始當醫生的時候 還沒有交過男朋友 好有天啊 那個時候 還沒有看過很多 還沒有看過很多 還沒有看過一些鳥類 見識比較淺一點 見識比較淺一點 沒有實戰經驗 對 然後我們在 小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也是在那個模具上練習 都是假的 對 假的 然後結果呢 看護幫那個阿伯 把那個尿布打開 對 怎麼跟之前看過的 那個模具好像不太一樣 怎麼有點小小 有點差異 對 尺寸偏小就對了 尺寸偏小 對 會不會是因為看到你緊張 阿伯 或者是那一天的空調太冷 可能是 冷氣太冷 對 然後我也不宜有他 就趕快幫阿伯消毒 準備要放那個尿管這樣子 對 結果我想說 洞呢 洞在哪 怎麼找不到洞這樣子 怎麼會尷尬 然後就試了大概五分鐘 都找不到洞 結果 那怎麼辦 雖然是半夜 我還是call了我的上線學長這樣 學長 馬上放看一下 結果學長就過來 他說 學妹 你那個 連那個皮打開都沒有打開 難怪找不到那個 洞在皮 就是說尿到 對 他們醫學術語叫做 推開 是 哇 因為他模型那個已經 洞口已經 大家就湊了好幾遍了 幾千根幾百根湊 所以都很好進去 真實的話就是真的是要薄開 薄開要找到 老人家掛藏或是太胖的人 會縮起來 所以他不會打開洞等著你來擦 學弟 你去幫我量一下這個 弟弟的鎬丸多大 然後陰莖有多長這樣子 那時候我其實很緊張 因為我沒有量過 就量 去測量過別人的這個尺寸 你測量過自己的 也沒有測量過別人 代表人如果沒事量自己的 也不是這樣子說的 也不會沒事去量別人的嘛 對啊 我要量鎬丸的大小嗎 必須把那個鎬丸原本是包在裡面 我就要把那個鎬丸 就是把它整顆抓出來 然後去看一下那顆鎬丸 大概多小 就是它旁邊會有一串珠珠 去對應到說 它現在是幾CC這樣子 因為我第一次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給那個弟弟 給他求了很久這樣子 然後弄了很久 然後最後老師問說 學弟到底是好了沒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說 報告老師 這位就是8歲的弟弟 陰莖大概有 然後老師就瞪大了眼睛 看著我說 學弟 他就想說很奇怪 他來看 打開臉子看一下 他就轉過來 就是冷冷的對著我說 學弟啊 所以難怪越涼越長就對了 你窮太久了 槍傷 然後他踢死一下 就肚臍一下 就癱瘓了 然後他那個右邊的髖關節感染 然後為了要去膿 所以那個髖關節要打開 對 然後他的髖關節 都會一直掉出來 可是他也不會痛 他因為他下半身都沒感覺 沒感覺 因為每次進去他的房間 都有兩三個小弟 那個嫂子也在旁邊 他老婆好漂亮喔 不可能 是不是 就是 外型真的很不像 黑道大哥的老婆 很像王祖賢 他透露年齡了 透露年齡 但我們就是去 然後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不離不棄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黑道大哥以後大概就這樣 他也不可能 醫學在進步 他也不可能回復健康 他換藥前 對 我們印象很深刻 他都喝蘋果攜打 有時候我們藥廁 他都已經推到 他說 等一下 我蘋果攜打在買回來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等 然後他那個 其中一個小弟就會拎著那個蘋果攜打 那我們就會扶著他 他老婆就扶著他 然後他髖關節就又掉出來 我們再把他放回去 然後你會發現說 真的你會覺得 壞了我們兔子了 我們那個月這樣換藥 他那個病房 從單人房變雙人房 再到健保房 然後旁邊小弟從 三個 兩個 剩一個 你知道就重判輕禮嗎 王祖賢還有來嗎 還在 還在 真的 到了現場之後呢 因為學長他們都很 很極力而在搶救 很用力的在做這個CPR 結果都做到這個肋骨 全部都斷掉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學長他們在壓的那個當下 他那個凹陷的程度 真的是凹到你沒有辦法想下去 就是 斷了一下 就是人怎麼可以凹到這個程度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學長 因為他們那時候能力不足 也比較累了 就叫我們這些菜鳥也要上去壓 接從 然後我上去壓的時候 我每壓一下都想說 哇 這怎麼胸部可以變得這麼軟 怎麼變形了 沒有骨頭之撐下去了 就真的可以到壓到非常非常深這樣子 但我們也必須要壓到這麼深 因為這樣我們才就是 看可不可以把他盡力的把他救回來 但經過我們就是一番搶救之後 這個病人他還是走了這樣子 然後我隔天我在 就是翻譯他的病例 我想說 想看一下他是什麼原因會走掉 就發現 赫蘭發現 這個病人 他的名字的後面兩個字的讀音 就是跟我一樣 就也叫幼成這樣子 所以我當下回去晚上就睡不太早 我就一直回想起好像 就是 這是對我人生中一個非常 就是震撼的一個教育這樣子 然後那個手感我到現在 都還是記得 還依稀記得 對... 有時候你必須抽離一點 你不能每個病人說 你好可憐 你好怎麼樣... 你這個負能量太多了 因為你每天生老病死 你回家 然後就會覺得這個阿婆又怎麼了 然後那個又怎麼了 你知道沒有辦法維持一個好的狀態 就只有認識 對... 所以也不是說鐵石心腸 但是你會維持一個幫的 要理性 對 要理性 因為你那個急診室就是靠你 還有護理師大家協同合作 如果你一天到晚在那邊感性 很難做事 對... 我們有時候CPR完失敗了 病人走了 趕快捏落葬儀社就送走了 那下一個Stay 因為隨時會有人再送進來 是 那現在唯一就是我 急診坐那麼多年了 那現在還是對小孩比較... 比較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三個女兒 那個就是小女孩送過來 那邊叫外科歐卡 心態 就是外科 那就是阿公顧他 爸爸媽媽在上班 小女孩在門口玩 那個砂瓷車過來 那個就是他一送來全身都好的 就只有頭 腦漿就流出來了 對啊 小小的身體這樣 你也不能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那天 就會覺得很... 就是會想哭啦 然後後來媽媽也聯絡來了 都來了 媽媽很冷靜 有什麼叔叔伯伯 舅舅啊 爸爸都在那邊哭得嘻嘻嘻嘻嘻 媽媽就來了 死了 死了 他就是極度的悲傷 那個叫做抵耐 這種狀態 對 他就是悲傷舞步曲 他還在第一階段抵耐 他也不知道 那接下來要辦什麼 那個你拿 媽媽你拿妹妹的健保卡那邊 披假 然後等一下葬一聲 好 謝謝喔 謝謝你們喔 謝謝喔 你就會知道說 對 你就會發現說他 這媽媽之後應該會breakdown 他會 就我們就會跟他的家人講說 一定要看好 因為他根本還沒 還沒有接受那個 他只是在 他神經告訴他說要 我現在要去抵架 我要帶妹妹去哪裡去哪裡 所以就是 好非常 所以看了那整個醫護了 生命就這樣啦 對不對 幸運草 第四原則 解決別人的困難 也找到自己問題的答案 為什麼我們要實習 我們實習除了我們要經驗沉船 或是說要給大家 另外就是 人體人體的接觸 那個生命的直接接觸 那個感不管是 你是從開刀房到 教務病房到急診 那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 永遠永遠是我們成長裡面 是最真實的 那個價值 對於生命的接觸 所以遠遠超過書本上所教的一切 這才是重徵 這跟消防員一樣 對不對 看到自己的兄弟這樣被火壓住 他已經忘了自己也有生命危險 要往前去救助 對